現實太殘酷 中國年輕人流行躺平主義 他們追求降低生活慾望 強調不結婚、不生兒子、不買屋 不買車、不創業 減少勞動 崇尚極減生活 躺平主義者宣稱 他們維持最低生存標準 拒絕成為其他人賺錢的機器 和被剝削的奴隸 然而這股熱潮在中共即將慶祝建黨8年前夕 格外令當局不安 中共官媒開始大作文章 批評躺平主義的不作為 不利經濟社會發展 認命可疑 躺平不幸 不過網友似乎並不賣賬 連一來的討論熱度居高不下 當他感到緊張 他要封殺 就恰恰反過來說明這個躺平 是打中了官方的要害 他反正了這種紅色權貴 對民眾無度的壓榨這個事實 就是他說明這種躺平的形式來抵抗是有效的 據報導 社交網站鬥瓣上面很多躺平相關討論組 從5月30號開始陸續被關閉 有不少網友表示 自己因為在帖文中提到躺平 就遭鬥瓣禁言 封號 躺平有沒有傷天害理 為何成為了敏感詞 4月17號 網絡論壇出現一篇 躺平即是正義的發帖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作者說 在網絡上出現很多躺平主義追隨者 只要我躺得夠快 資本就剝削不了我 社會險惡 先躺為敬 希望成為一個與世無爭的無用的人 或者這樣就是徹底安全 再給大家解除 入侵 維持 其中立 wrists 隨域 保安 或者是 一據 無 fizer 地坑 也能夠 無助 看到 及 中共政治高壓無恐不若 在這種情況下 躺平並不是退廢 而是一種消極不合作 站不倒起來 但又不想跪在那裡 只有躺平 躺平成了弱勢者的武器 最根本上的矛盾 或者是它最根本上的這些黑暗面 它就有可能演變成反對中共的一個社會運動 這是讓中共最感到恐慌的 中國大陸發展之後 種種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 年輕人成為首當其衝的一群 他們朝九晚九 一個星期內工作六天的內卷循環 陷入沒有預期的窮忙 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越來越嚴重的現在 他們選擇做自己 不讓任由宰割